最近我发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 叫YamaQ的频道 它在自己的博客中 从2020年开始就一直拍摄着 家里发生的诡异事件 两年前 这个YamaQ以49000日元 在东京郊区租了一套房子 这是一座前有停车场 后代小花园的独栋住宅 换算成人民币呢 大概是2700一个月 坐地铁到东京也就一个多小时 这么好的一座房子 为什么租金这么便宜呢 据视频里拍摄的合同来看 这算得上是一座凶宅 因为啊 这栋房子的前主人 是死在了房子的浴室里 而且是两天后才被发现的 鲁迅的散文藤叶先生里的藤叶 曾经对鲁迅说 我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 但是我觉得日本人更加信这套 这个博主YamaQ和朋友商量了一下 于是在房子里摆上了清酒和香烛 供奉了一个行期 但是诡异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谢谢今天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 这个YamaQ老是说感觉这房子里不止自己一个人 好像总有人在看着自己 感觉怪怪的 特别是到了半夜的时候 浴室里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经常会好好的就掉落下来 或者是莫名的改变位置 YamaQ因为害怕就上网请求网友的帮助 并且公开了这座房子的位置信息 网友也是纷纷帮他想办法 有人就建议他买一个摄像头放到浴室里 于是YamaQ就采纳了网友的建议买了一个GoPro 刚装好摄像头 当天晚上就在浴室里捕捉到了诡异的视频 YamaQ一看感觉害怕呀 于是就在卫生间的门口又点起了香烛 另一边 为了搞清楚浴室里的东西是怎么掉下来的 他还调整了相机的拍摄角度 将其对准了之前掉落的那把刷子的位置 再一次的浴室里又出现了奇怪的事情 这次因为调整了摄像机的角度 所以拍得更加清楚了 先是物品的一动紧接着是奇怪的声音 这声音听起来就像是有人在敲浴室的墙壁 感觉就像是有人被封在了里面 想要爬出来似的 这次摄像头拍到的东西可让YamaQ不淡定了 过了几天 YamaQ在他家门口的山坡 发现了一段奇怪的阶梯 这阶梯乍一看向登山楼梯 可在山脚就被围栏挡住了去路 YamaQ很好奇 就查阅了这所房屋所在地千叶县的当地历史文献 他查到这所房子是建造于七十年代 在此之前 这里是一片坟场 现如今大部分的坟已经被迁走了 剩下的一些 也已经被当作遗迹保护了起来 再回到YamaQ的这间屋子 诡异的事还在继续 YamaQ的一位朋友告诉他 这可能是小孩子的灵魂在玩耍 于是YamaQ又拿出了自己童年珍藏的乐高玩具 摆了出来供奉 但是诡异的现象并没有停止 第二天YamaQ又在网上买了一个罗盘 他发现这个浴室的门正对着鬼门的方向 于是他沿着这个方向一路寻找 还别说 真被他找到了一些东西 并且这口井的附近还有一些墓碑 YamaQ就认为这些东西和他家里的现象 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 又过了几天 YamaQ再次上传了一段视频 我们下传了一段视频 按照他的说法 他经常在这扇窗外的马路上听到这种声音 有点像人在哭 又有点像声音 而每次当自己走出家门之后 声音就会停止 而且外面并没有人 声音就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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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晚上 一只狗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 不停地朝着他家的方向 叫个不停 YamaQ于是穿上鞋子走出去查看 他发现这只狗是邻居家的 平时都关在院子里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跑了出来 他于是想到之前录到的那些声音 会不会是邻居狗子发出来的呢 但是邻居说这只狗平时都是很安静的 夜里也不会叫 那天狗狗是弄断了绳子 才跑出去的 没过两天 没过两天 诡异的声音又出现了 YamaQ百思不得其解这声音到底哪来的 干脆打开了天花板上去查看 屋顶找不到他敲开了地板检查下面的架空层 在大声音量下来打开了地板检查看 大声音量下来打开了地板检查看 大声音量下来打开了地板检查看 小声音量下来打开了地板检查看 似乎的声音量下来打开了 大声音量下来打开了地板检查看 我说这是某 carn地板检查看 突然不太阻仓吧 有机能上就是实现了 冨量下来打开了地板检查看 整个屋子检查了一圈下来 最后他将目光锁定在了马路对面的小山坡 他就在想 这声音会不会是这小山坡上下来的动物搞出来的呢 又过了几天 屋外诡异的声音再次响起 他同样是拿起手电筒周围照射着想找出声音的来源 但是这一次听得好像更加清晰 这绝对不是隔壁的狗子发出来的声音 甚至不像是任何已知的动物 他赶紧穿上拖鞋跑了出去 飞机飞走以后这声音也消失了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 夏天的晚上你听到蛙叫 拿起手电筒沿着声音的方向走过去 想看看这青蛙长什么样 可是刚走到附近青蛙就不叫了 据Yama Q说 不光是他 周围的邻居也听到过这种声音 但是似乎大家对此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可 від出去 这些烏远的 そ龙龙龙龙龙袋 君转这么若有 蜘蛢柄 BGM 又过了一段时间 YamaQ听说热诚相仪 可以看到黑夜里的东西 于是他又上网买了一台回家 这种设备是根据物体温度显示图像的 温度越高的东西在画面里就会越亮 如果有个什么动物躲在黑暗里 不用拿手电筒去照 这个热诚相仪就可以轻易把它找出来 可是当这声音再次响起的时候 热诚相仪并没有捕获到任何东西 YamaQ接着还朝马路上扔了个空瓶子 心想这瓶子落地的声音 怎么说也能吓唬一下这东西 让他安静一会儿吧 可是这也没起到任何作用 不准备 到底是否有尊重的 有尊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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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遍 原來是深刻的 搖满 大家还记不记得一开始我说过 这个YamaQ很早之前 就在网上公布了这间屋子的定位地址 结果还真有很多人找到他家 其中还有人在窗户上 拍到了一张疑似人脸的照片 而这扇窗户的位置刚好就是浴室 也就是前房主的尸体被发现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 YamaQ已经在这所房子里住了两年了 但是诡异的声响和现象从来就没停止过 值得庆幸的是 对YamaQ本人来说 除了精神上的困扰以外 从来没受到过什么伤害 他现在在屋里养了一只小蜜猫 还在屋外种了一株哈蜜瓜 是不是还有一些网友慕名而来 跟他讨论他这屋子里的事 他有时候就在想啊 这一切怪事的背后 是不是这些热心网友在搞鬼呢 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把自己的住址发上网 对此屏幕前的你怎么认为呢